港珠澳大桥今天开始海底隧道路面铺装作业 大桥主体工程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长29.6公里 由桥捣碎三大部分组成 其中6.7公里的捣碎工程是大桥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隧道的最深处位于海面40名以下 高温高湿以及不畅的通风环境 都给这次路面铺装带来了很大挑战 为保证路面15年的设计使用寿命 此次铺装创新地使用了一套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可动态变换铺装宽度的一体式碳铺设备 大大提高了铺装效率和路面均匀度 相比于传统的沥青铺装现场 此次隧道内铺装几乎没有明显的烟雾产生 刚刚铺装的沥青也比传统沥青的温度降低了几十度 按照施工进度 铺装作业将于11月底全面完成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港庄大桥海底隧道的内部 我们看我身后这个施工的现场 就是刚刚全面启动的海底隧道的路面铺装作业 这个地方的路面铺装作业也是整个港庄大桥主体工程中最后一段路面铺装的环节 港庄大桥2009年开始动工建设 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 是世界上最大的跨海大桥 大桥通车后 从香港到珠海澳门开车仅需30分钟时间 不幸运